为了推广生物多样性的保育 响应生物多样性公约 爱知目标中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目标 花林县政府和长期关注环境保育 以及族群议题的海好书合作 举办了花林县生物多样性讲座以及书展 培养民众生态保育与生物多样性的意识 从生活中来生化保育的理念 花林县政府今年与海好书屋合作 在5月2号到6月30号 规划举办八场次的免费讲座 邀请生物多样性各领域专家 学者NGO科普作家来到花林演讲 让花林乡亲了解生物多样性 不只是谈保育 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都到天上变成星座 所以像在天上有狮子座 然后还有飞马座 然后他起的这个独角兽 他其实是可能是阿拉伯执照 林阳被人家看错了 2020年适逢生物多样性公约 爱之目标计划推动10年的成果年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认为 今年也是环境政策制定的重要里程碑的关键年 台湾将2020年定为生物多样性超级年 透过举办活动或数据出版等各种方式来提醒大家 正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这个外国学者讲过一句话说 你砍了一棵树之后 它不是只有去影响一棵树 那重点是在后面 它所影响的一个已知跟未知的一个生物的部分 会有哪些的一个破坏 所以基于这个原则 我们对于这个生物多样性特别的重视 那我们今年特别也跟这个海豪这个书屋 特别来合作来办理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讲座 那我们是也借着这个 每年的这个522的这个生物多样日的前后 来举办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讲座 那我们也特别请了一些专家学者 还有包括这个CEO跟这个科普来演讲 那内容呢 它当然就包括很多的领域 那包括有这个生态的园区管理也好 还有这个现地的一个拍摄跟放映 很多的面向 这是主要的一个内容里面 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还是 希望说生物多样性里面 去重视这个保育之外 也能够说在一个相关的一个经济活动里面 这些生物能够得以活用 那重点也是希望说我们花林的这些乡亲 都能够更进一步 透过这一次的一个讲座 能够更认识这个保育的一个重要 那也希望说能够大家一起来 把这个保育的工作做好 花林县政府保林科 邀请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 来到花莲 为在地的亲子 或喜爱大自然环境的朋友 以多样的资源 来说明生物多样性的重要 让大家能够以保育 爱护环境的观念 向下扎根 记者林杰 花莲市财富报道